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林鄭月娥的拉仔林若禧 本來在美國哈佛大學那處 供讀數學博士學位 但是自從美國財政部 公佈要制裁11名中港官員以後 林若禧的去向 就成為了很多香港媒體 乃至是香港人的焦點 今天全真社刊登了一篇專題報道 嘗試去尋找林若禧的下落 原來全真社曾經派遣記者 到訪過林若禧位於美國波士頓的住址 並聯絡上島的業主 業主就說 林若禧的室友在7月25日時 曾經公稱過 說與林若禧已經失聯了幾天 並且向他查詢 到底你知不知道林若禧的去向呢 業主後來就打電話給林若禧 原來就打不通 到7月27日時 室友就告訴業主 已經通過Facebook找回林若禧 而且林若禧還提到 因為加油急事要回香港 同一天 業主發了電郵給林若禧 詢問他到底有沒有議員 將單位逐租一年 否則就要收回房子 租給別人 林若禧有電郵 告訴他 是會逐租一年 但業主說 到8月7日時 林若禧仍未簽署租約 但是8月份的租金 就已經在1月的時候 通過繳款的應用程式 收到了 好了 究竟 林若禧的下落是怎樣呢 他仍然是身處在美國境內 還是已經回香港呢 他是自願地主動離開美國 還是被迫地離開美國呢 若然他是自己主動說要離開 很有可能就是他早收到幾日封 避免尷尬情況出現 索性說離開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早在上個月中的時候 已經有多家的外媒 引述消息人士放風 甚至余懷松自己也在Twitter上提及過 就說林鄭是有可能被美國政府制裁的 那現在就證實了 但是 林若禧是否是早收到封 然後就主動離開 不是沒有機會的 因為這樣就可以避免得到 當林鄭被制裁了以後 他仍然是身處在美國境內的尷尬情況 因為在宣布制裁以前 他自願離開美國的話 起碼來說 他是可以體面地離開 而且是可以保持主動性 但是若然在宣布制裁以後 他才說要離開 那到時他的情況就相當被動了 因為隨時美國政府不知會出什麼安排 那若然他不是自願離開 而是被動離開的話 那有什麼可能性呢 這個就要問 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勢力請他離開 那究竟是美方的勢力 還是中方勢力呢 我認為美方人員請他離開的機會就不大 因為根據他的失友所說 在7月25日的時候已經跟他失聯了 那7月25日就早過宣布制裁了兩個星期 那在當時 美方人員的確沒有一個迫切性 說要將他驅逐離境 因為在美國政府眼中 可能多一個人 再繼續在美國逗留更好 還可以任他沒有 到時到後 又可以上演一場驅逐離境的大戲 又可以拉抬得到特朗普的民望了 故此我認為美方人員主動請他離開的機會就不大 很難再入境了 因為根據特朗普所簽署的行政命令 說明了 就是被制裁人士的直系親屬 都會被限制入境 寫得非常清晰 所以在接下來的日子 林約希的博士學位的存費問題 就很有可能成為了媒體的新焦點 因為一旦林約希真的被美國政府禁止入境的時候 到底他的博士學位如何繼續完成下去 他如何上課 是遙距上課 還是不能上課 這些一連串的問題 都會是媒體所關注的東西 所以我們可以拭目以待 接下來想說一下 特區政府昨天猛烈抨擊 說美國的制裁 除了卑鄙和無恥之外 還將他們的個人資料登上網 昨天特區政府發佈的英文新聞稿 也說明了 說會保留法律追究權利 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也指責美國 披露相關官員的住址和證件號碼 是嚴重侵犯個人私隱 以同客作手段 暴露出美國自以為是 亦我者亡的霸凌思維 其實這件事很搞笑 為什麼這樣說呢 首先來說 特區政府 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公開被制裁人士的證件號碼 身份證號碼 甚至乎是出生日期 就是國際社會慣常的做法 陳志全也踢爆了 說特區政府根據聯合國制裁條例 對於阿富汗、索馬里、伊朗、朝鮮和利比亞等國家 實施了一些制裁 而且商經局的網站 亦公佈了被制裁者的名單和個人資料 包括了他們的護照號碼 實施公佈的護照號碼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為了避免誤眾婦居 因為你弄一個人名出來 可能有很多人是同名同姓的 為免混淆 那一定要有一個身份證件的號碼 才可以獨一無二地把被制裁人士的身份識別出來 因為姓名不是獨一無二的 是可以撞名的 好了 另外一件事就是 昨天林鄭在Facebook上 把美國政府串通 就說連他的地址都搞錯了 他還猜說為什麼會搞錯地址呢 就是因為美國官員 用了他在16年6月 以政務司司長身份訪問美國的時候 申請入境簽證的時候 所填布的資料 而忘記更新 而且林鄭還質疑 將申請簽證的個人資料 交給財政部門 作入境意外的用途 有沒有違反人權的保障 就值得商學 原來這個林鄭又是大隻港 猛斃斃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有網民可以找到 在申請美國入境簽證的表格下方 就有一段文字 叫做Confidentiality Statement 即是保密條款 裡面列明了 申請簽證的這張表格裡所填布的資料 是可以用在執行其他美國法律的時候使用的 特朗普簽證行政命令 美國財政部宣布制裁官員 這些全部都是按照美國法律來執行的 他也是有法可依的 當然 作為一個藍絲也好 建制派也好 官員也好 絕對是可以不同意美國這一種制裁的 可以認為他是不合理 可以認為他是卑鄙無恥 甚至乎陳茂波所說的 亦我者亡 什麼都行 這些全部都是情緒性的發洩語言 問題就是當你質疑他 到底這樣做的時候 有沒有違法 又或者是有沒有違反到什麼保障 當然是沒有人寫出來的 如果你當時認為這個條款是霸王條款 是太過辣的 是不能夠接受的 那當時就不應該去申請美國簽證才是 你就不要入境 那他就拿不到你的資料 事實上有些人是拿不到資料 因為沒有申請過美國簽證 沒有去過美國 所以真的快有些藍絲 還在那裡自名得意 還在那裡嘲弄別人美國政府 說怎麼會搞錯地址 林鄭做行政長官 住在禮賓府 怎麼會公佈了地址 是在這個政務司的官底的呢 別人就是按照你填布的資料 去刊登出來 那更加證明得到 別人根本就不是找一些特務機關 情報機關 來去搜集這些資料 是你自己填的 那你自己填的時候 他寫明那個保密條款 那個私隱的條款 就告訴你 是可以用在執行其他美國法律的用途之上 對不對 所以凡這些不同意美國這樣做法的人 最好的辦法是什麼呢 就是自絕於美國 不要入境 你自行抵制他 不要入境美國 不要申請美國的簽證 這樣就可以了 他永遠沒有辦法 拿到你的身份證號碼 住址 又或者是護照編號 那就不要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就走出來大喊十 因為根本上這些人 申請簽證的時候 就沒有看清楚別人的條款 最後就想說一下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他又說到特區政府會全面支持中央政府採取反制措施 但是我又看到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說到 說中國是不應該採取反制措施去回應一些小人的行為 湯家驊的說法其實就是在唱反調 但是湯家驊的說法就是和胡錫進的說法 是一致的 胡錫進就說 美國瘋就不要每次中國都陪他一起瘋 到底哪一步需要是反制 哪一步是需要藐視他 就需要智慧的考驗 那你特區政府只懂得一口說 就說全力支持中央反制 請問你怎樣全力支持法 除了說這些很廉價的支持之外 還有什麼可以做到呢 根本上就是沒有角色 浪費鬼氣 這次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